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三章固定资产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章的核心考点 作为固定资产这一章 从我们考试层面来看呢 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当然这里狭义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就是指刚刚取得固定资产时的确认和计量 当然在这里边呢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习题强化阶段了 我们应该把全书跟固定资产取得的有关内容 都要联系在一起来掌握 比如说我们通常在本章要掌握的内容 有外购的固定资产如何进行初始确认和计量 有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如何进行初始确认和计量 如果是特殊行业存在着预计气质费用的固定资产 如何进行初始确认和计量 接受投资者逃入的固定资产 如何进行确认和计量 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本章要掌握的内容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把你比如说 因非互聘资产交换换来的固定资产 如何进行初始确认和计量呢 这时候我们就得问一句 你的非互聘资产交换是以供应价值为基础 还是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如果非互聘资产交换是以供应价值为基础的 我们换入的固定资产 按照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加上为换入而发生的相关税费 如果支付补价加补价收到补价钱补价 当然这里的增值税咱单独考虑 这说的是供应价值为基础 那要是以账面价值为基础呢 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了 账面价值为基础 换入的固定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 就等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加上为换入或换出而发生的相关税费 加上支付的补价 如果收到补价减补价 作为换入的固定资产的成本 当然这里的增值税咱单独考虑 这是说我们要把非互资产交换 跟固定资产的初始取得可以连在一起 另外呢 如果是债务重组 接受债务人抵债的固定资产 该如何入账呢 这是站在债权人这边看 如果债务人用固定资产来抵债的话 那么你就用放弃债权的勾引价值 加上相关税费 作为抵债的固定资产的入账成本 就可以了 如果是企业合并呢 对 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固定资产 我没有分为你是同一空下企业合并 还是非同一空下企业合并 如果是同一空下企业合并的话 你按照被合并方账上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直接合过来 如果是非同一空下企业合并的话 你按照被购买方账上的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咱合过来 不就成了吗 总之呢 我们要把固定资产初始确认和计量有关的各项内容 综合起来 来学习和把握 当然作为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主要包括两大块 一块是关于折旧的问题 一块是关于后续支出的问题 固定资产的折旧 从空间范围来看 除了特殊情形 比如说单独入账的土地之外 我们通常都是要考虑折旧的 从时间来看 当期增加 或者叫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是从下月开始折旧的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当月照提折旧 这说的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 那到了政府会计固定资产折旧时 是当月增加 当月就开始折 它俩是不一样的 在后续支出的时候呢 作为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分为资本化的后续支出和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不同的类型 我们处理原则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固定资产的处置 如果单纯从固定资产这一章来看 固定资产处置时 我们要借助一个固定资产清理 把固定资产出售时 先把固定资的账面价值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的借方中来 在出售过程中收取的价款 走固定资产清理的贷方 最后把清理的余额 转到资产处置损益中去 卖赚了是代际资产处置损益 卖赔了是借际资产处置损益 这说的是把固定资产给出售了 那么如果固定资产报废了呢 同样走固定资产清理 最后的净额 如果是报废赔了 并且是非正常原因的报废 我们走的是营业外支出 如果报废赚了 走的是营业外收入 这是通常所说的固定资产处理 当然这个固定资产处理呢 还可以跟我们的持有代售的 非流动资产联系在一起 那么固定资产一旦处置尚未真正出售之前 它将变成持有代售资产 作为持有代售的资产 作为这个持有代售资产在划分成之前 要把在固定资产状态下 该提的折就折了 该讲的减值减了 最后变成持有代售的资产 持有代售资产还可以减值 并且持有代售资产减值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恢复的只是持有代售状态下的减值 不能把固定产状态下的减值再做恢复 总之呢 在固定资产处置问题上 你可以一次性快速处置 走清理最后去截转 你可以慢动作处置 先化成持有代售资产 再把它进行处置 这一章的有关内容和相关章节 我们是随时可以产生关联的 大家呢 尽量去做到一个融会贯通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一个题型 单项选择题 请看第一题 甲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为防止大气污染 甲公司接受政府整改 对其生产经营用设备 安装了环保过滤设备 也就是说要在经营设备之外 再安装一个环保过滤设备 这环保设备和经营设备 是两个单项的设备 在整改期间 甲公司停止了生产 该环保设备的购买价款 是50万元 也不少 增值税的进项税额是6.5万元 这是按照13%的税率 预计使用寿命是10年 至整改完成日 即22年的9月30日 该整改设备已经使用了10年 原值1500万 具体折旧500万 账面还剩1000万 预计上科手年线还有20年 这是说生产经营设备 在整改的时候 账面价值还有1000万 还能用20年 净残值为0 直线法折旧 那就是说 在原来生产经营设备的基础 现在安装了环保设备 环保设备本身的买价50万 那么寿命10年 好 我们继续看 假定不可理下因素 下来说法正确的是 A选项 假公司将该环保设备购入时 就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这是无从说起的 50万的设备 怎能直接进入当期损益呢 不可以 B选项 假公司将该环保设备 并入生产设备 按照10年提折旧 那么 环保设备自身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作用 跟生产经营设备是不一样的 生产经营设备是靠生产商品 带来经营流入 而环保设备是为了防止损失 而带来流入 是间接带来流入 它俩带来流入的方式不一样的 另外他们的折旧年限也不同 环保设备10年折旧 而生产经营设备还有20年 折旧年限也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合在一起的 就像写字楼里安装的电梯 楼房是固定资产 电梯是固定资产 但是楼房和电梯为人 提供经济利益的方式不同 折旧年限不同 所以应该单独的 把它作为固定资产来考虑才对 你说把它并入生产设备 这样做是不妥的 另外你都按了10年折旧 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有10年的有20年的 怎可都按10年呢 我们再看 C选项 假公司对环保设备 按照10年单独提得救 不仅是按10年 而且是要单独提得救 那就说明环保设备 是单独作为固定资产 考虑提得救 这个说法是对的 那么假公司整改完成后 环保设备与生产设备 作为一个整体确认固定资产 这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环保设备和生产设备 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的方式不同 折旧年限不同 就应该单列为固定资产 各自按各自去考虑折旧 才是对的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C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第二题 假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率是13% 为扩大生产 假公司在2022年9月 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 A生产经设备 那么买价一共是2300万元 增值税是299万元 支付运输费5万元 没有取得专用发票 假公司安装该设备期间 发生的安装人员工资 福利费分别是1627.2 另外领用自产产品一批 账面价值是300万 寄税价格是350 该批产品是应税 消费品消费税率是10%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取得A生产经设备的 入账价值是多少 他其实问的是 这个A设备的初始入账金额是多少 那么既然是生产设备 它的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 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些 可以计入它的入账价值呢 咱从头捋 买价2300万 没问题 可以计入 在买价2300万的基础上 加上这里的增值税 299是不能计入的 但是有5万的运费可以计入 运费没取得专用发票 所以不用考虑增值税的问题 直接把5万都计入你的 设备的初始入账金额 另外在安装过程中发生的人员工资 加上160万 再加上 那么福利费27.2万元 是要加上的 那么另外利用自产产品一批 自产产品的账面300万 寄税价格350 到底是把产品的账面价值 还是计税价格 计入成本呢 当然我们计的是 账面价值300万计入成本 那么除此之外 别忘了 因为它是应税消费品 当应税消费品用于工程建设时 应交的消费税应该走再建工程 所以应交的消费税 有人说是300的10%是30 还是350的10%是35呢 当然是35 要用寄税价格乘以税率 算出你的消费税金额 上述这些内容 我们一看这是几下 123456 这六项内容合在一起 应该是我们的A设备的入账价值 我们来看 这里面有四个选项 到底是谁呢 把刚才说的六项内容加在一起 就能算出 所以正式的选项是A选项 2827.2 我们来看一下 231项 52项 163项 27.24项 再加上300的成本 5项 再加上35的消费税 是第六项 你来看 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这六项内容 把这六项内容加在一起是 2827.2 所以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A选项 我们继续看 第三题 发生下列情况时 且仍然需要具体折旧的是 下列情况都发生了 你还需要提折旧的是谁 A选项 对自用厂房进行改扩建 这说的是 对自用的固定资产改扩建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再建工程 在再建工程的基础上 再去进行改扩建 所以对自用厂房改扩建时 是不需要提折旧的 因为它已经进入了再建工程 而本题问的是 仍需提折旧 所以不选 只要它不是固定资产状态 它就不能提折旧 再建工程 咱是不能提折旧的 我们来看 必选项 以签订协议 但尚未出售的 自有固定资产 假设符合 化分为持有代售条件 这说的是 已经成为持有代售资产的 固定资产 一旦进入持有代售 它就不复再成为 非流动资产 而是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 就没有折旧的问题了 所以它是不需要考虑折旧的 C选项 因季节性原因 暂停使用的固定资产 那么暂停使用 而且是季节性原因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要继续提折旧的 融资租出的固定资产 作为新的租赁准则 出租方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一旦你把固定资产 融资租出了 你的固定资产在账上不再存在 而是变成一种应收债权 比如说应收融资租赁款 作为应收债权是存在的 把你的固定资产是要转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折旧的计题了 所以说本题仍需提折旧的 只有C选项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C选项 好我们来看第四题 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 那是人其存货和工程物资 使用的税率都是13% 23年甲公司为建造办公楼 购入一批工程物资 支付了价款565万含的增值税 565万除以1.13 算出了500万的不含税价 那么全部投入实用 另外领用本公司产成品一批 成本是200万 那么在500万的基础上 又领入200万 这200万其中生产是领原材料是120 其余都是职工薪酬 所以200万的产品成本 我们是要继续加进来 又来个200万 那么200万的计税价格是300万 我们不按照计税价格 进入工程成本 而是按照成本200万 进入工程成本的 同时发生的 再建工程人员薪酬是350 咱再加上一个350万 再建工程人员的薪酬 是可以直接进入工程成本的 支付为使该办公楼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发生的临时设施费 公证费50万 这也是为了让雇物中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而发生的 所以要计入成本 那么现在呢 一个500万加200万 这是700万 700万加上350 再加50 这是1100万 我们继续看 23年4月 该办公楼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那么 甲公司预计该办公楼的年限是20年 按照直线法 提招就净参值为20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23年甲公司对该办公楼的折旧 应该是集体了多少 那么你问23年折旧多少 你应该知道23年固定产入账多少呢 首先我们知道入账金额是1100万 由于有净残值20万 所以再减去一个20万的净残值 1100万减去20万的净残值 减完之后 这是我们应提折旧的总额 因为是20年折旧 所以乘以二十分之一 他删二十年 直线法嘛 所以除二十乘以二十分之一 那么这是一年的 等于是1080乘以二十分之一 这算出一整年 但是他问的是23年 23年它是4月份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说明当年还有八个月 八个月怎么办 咱除以12乘以8 最后算出应提折旧的总额 那么是多少呢 我们一算变支 最后是递选项36万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首先是560除以1.13 这是500加上200 这是700加350 加50 这是1100的入账价值 用1100减20 这是应提折旧总额 应提折旧的总额是1080 20年的直线法除二十 除十二是一个月的乘八 是八个月的 所以最后是36万 因此本期的正确选项是 D选项 做这个题呢 其实它并不难 但是你要细心 不能出错 你才能把它算对 好 本题的正确选项是 D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第五题 甲公司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其原材料和工程物资 适用的增值税率都是13% 不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率是9% 原材料和工程物资是13% 不动产是9% 22年的9月30日 甲公司开始对其厂房进行改扩建 以扩大其生产进行规模 当日该厂房的原价是1850 已经折旧1250 1850 减去1250 还剩下600 那么600万是它的账命价值 那么在600万的基础上 已经既提了减值准备 又来一个200万 所以最后是400万的账命价值 那么在400万基础上 我们看怎么去进行改扩建的 在400万的基础上 改扩建过程中发生了原材料200万 直接加一个200万 这是初始成本计量 增值税26万 那增值税26万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我们不用管它 发生有关职工工资 再加上一个200万 购入一批工程物资 支付了价款 工程物资是904 那么用904除以1.13 它是多少 是800万 这里是800万 并且全部领用 所以现在来初步算一下 这是400加400 是800 800加800 现在是1600万的价值了 我们继续看 该扩建工程在23年3月末办公 改扩建后 该厂房的剩余使用年限是40年 并由年限平均法改成了双倍余额递减法 预计净残值是20万 你这1600万的原值净残值是20万 但用什么方法呢 用的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之后倒数最后两年时才可能考虑净残值的问题 假设上述支出全部符合资本化条件 不考虑下因素 假公司24年应对该雇资产计贴的折旧金额是多少 这题稍稍有点难度了 首先双倍余额递减法问的还是24年 因为人家23年3月份完工 3月完工从4月折旧 咱们画一个时间轴 假如说这是23年的3月 这是23年的3月完工 那么从4月开始这是23年的年底 23年的12月31日 那大家都知道从4月份到年底 这一共是9个月 因为你是3月完工 前3个月不能算 从4月1号开始算的话 那么到年底12月31日这是9个月 这9个月加上这是23年的 加上24年的 24年的前3个月 23年的后9个月 加上24年的前3个月 它属于咱们双倍余额递减法的第一年折旧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你用1600万乘以双倍余额 那就是年限是40年 40年的双倍那就是四十分之二 那就是二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这是八十 这是第一年我们的折旧是八十 八十 但是你问的是24年的折旧金额 所以24年里面 它有对80的十二分之三 80除二是一个月的乘以三 这是24年的前三个月 那么24年的后9个月呢 24年的后9个月 这九个月其实是进入了第二年 和25年的前三个月 咱属于第二个折旧年限 第二个折旧年限时 你应该在1600的基础上减去80 变成1520 乘以二十分之一 我们算出一部分 然后再用这个结果除十二乘以9 它要乘以9的话 就是咱们24年的后9个月 你把24年前三个月和24年的后9个月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24年应该具体的折旧金额 关键是你得把它先分析出来 然后咱再慢慢去算 照着老师刚才说这个 你把它算出来 你比如说用16减80 1520 1520的二十分之一 那就是76 76 你用76除12乘以9 你把这个算出来 再跟刚才的加在一起 跟80乘12分之三加在一起 我们就能算出当年全年的应急折旧的金额 当然这里面有了四个选项 到底是谁呢 我们来看 应该是B选项 一共是77万 为什么 咱们一起看 首先呢 改扩建完成之后厂房的入账价值 这个入账价值是原有的400万 加上一个400万 再加上一个800万 所以是16 这个计算过程我们前面分析过 那么16乘以二十分之一 第一年是80 第二年是用1520乘以二十分之一是76 用80乘以十二分之三 再加上76乘以十二分之九 加在一起就是77 你要看这个解析就直接是加过来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加过来的 你再看老师前面给大家画的这个时间轴 我们是怎么进行的分析的过程 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你要想把24年的折旧金额算对的话 你不仅要知道 我们是当月增加下月折这个规定 而且还要对我们双倍于额递减法的特点 要了如指掌 然后你才能把它算对 好 我们本题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第六题 某公司在22年的6月30日 一说6月30日要跟固定资产有关的话 这就是十有八九是从半年替折旧了 我们再继续看啊 从22年的6月30日 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即可使用的生产用动产设备 来生产设备买来就能用 价值600万元 预计净餐值为0 预计首年限是5年 该公司对该设备采用年数总合法提折旧 年数总合法提折旧 你的年数五年已知了 那么我们这个年数总合法的折旧率也就知道了 你要用5乘以5加1 那就是5乘6 5、6、30除2 所以它是15 这是分模 分子呢 第一年是15分之5 第二年是15分之4 第三年是15分之3 那么第一年的折旧额 用你应提折旧的总额 我们这里是600万 净餐值为0 所以600减0还是600 那么第一年呢 就是600乘以15分之5 我们应提折旧是200万 那么第二年呢 第二年你就是600乘以15分之4 44、160 第三年是600乘以15分之3 34、120万 这说的是三年整年的折旧额 我们看 假定该固定产未发生减值 不考虑其他因素 问2024年 该公司对该设备的折旧金额是多少 这跨越比较大 说着二年的事 问的是24年的折旧 那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们用时间轴来显示一下 首先你比如说这个点 这是22年的6月30日 22年的6月30日 固定产取得并投入使用 那就意味着从22年的7月1日 到12月31日 这是22年的啊 那么这是我们折旧的第一年的上半年 那么到了23年的7月1日 这到了23年的7月1日 这是咱们第一年折旧的下半年 也就是我们第一年折旧率是15分之五 这个15分之五将覆盖22年的下半年 和23年的上半年 我们问的是24年的折旧 说到这还没关系 但是我们接着问一下算 从23年的7月1日到23年的年底 12月31日 这是23年的了啊 这是23年的 23年的12月31日 这个从23年7月1日到12月31日 这是第二个折旧年度的上半年 然后到24年 哎终于进入24年了 到24年的上半年 也就是24年的1月1日到7月1日 这是24年的 从1月1日到7月1日 这是这六个月呢 23年的下半年和24年的上半年 合在一起 这是第二个折旧年限 所以我们看到了 你要问我24年折旧多少的话 24年的上半年的折旧率 用的是15分之四 那么同样 24年的下半年 24年的下半年 和25年的上半年 是25年上半年 这个整年 这用的是15分之三的折旧率 而我们现在问的是谁呢 我们问的是24年折旧多少 要是24年折旧多少的话 那就是24年的上半年 用的是15分之四 24年的下半年 用的是15分之三 所以一个整个24年 他用了两个折旧率 24年的上半年 是15分之四的折旧率 那就说明24年上半年的 折旧是160的一半 那他就是80 24年上半年80 那么24年下半年 用的折旧率是15分之三 15分之三 那就说明 他是120的一半 那就是60 所以80加60 最后是140万的折旧金额 因此24年 应该集体折旧金额是140万 所以正确的选项是B选项 咱们这么说着说着 就把它给算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 看着有点抽象 其实拿时间轴 这么走一走 你会发现 其实呢并不难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解析啊 首先24年的上半年 一到六月份 应替折旧额 是600乘以15分之四 这是第二年折旧率的上半年 我们再乘以一半 因为它是半年的 所以它是80 24年的7到12月份 也就是下半年 用的是15分之三的折旧率 也是半年的 所以是60 加在一起呢 是140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 第七题 甲公司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二年的二月 甲公司对一条生产线进行了改造 该生产线改造时的账面价值是3500 这是原值 其中呢 拆除原冷却装置部分的账面价值500 35500要减去500的 那么3500的原值你要减去了500 还剩3000的账面价值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造 那么生产线改造过程中发生了以下费用货支出 我们看一下 一购买新的冷却装置1200万 增值税是156 所以我们只把这1200万计入成本即可 二在改造期间发生了专门借款利息是80万 对于这个专门借款利息能不能资本化问题 不是说上了专门借款利息都是可以资本化的 你得问问这个资产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么资本化条件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构建 是一年以上还一年 那么这里面是二年二月开始的 我们别着急先看看 它到底符合不符合呢 先画个问号 咱们继续来看 第三件事是 生产线改造过程中发生的人工费用是320万加320万 那么领用库存原材料200万 增值税额是26万加200万 这都没问题 这里是3000加172 4200 4200再加上300 4500 4500再加上200是4720了 4720 关键这里的80该不该加呢 加上80是4720加80那就4800 不加80是4720 这80属于不属于资本化的金额 我们继续来看 额外工程物资 额外工程物资是多少呢 额外工程物资是400万 全部用于生产线了 那么刚才我们算到4720 你再加个400万的话 可是变成了5120了 那么增值税额是52万 不用管它 该改造工程在22年的12月 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 它是22年的2月开始到12月达到状态 真的不够一年 只是10个月 所以它不符合资本化 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对该生产线更新改造后的入账价值 不加80万就对了 那么应该是多少 是5120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5120 大家看得出来 除了那80的资本化金额 该不该进入成本 有点争议之外 其他都没有问题 对吧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当然通过这道题呢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更深层的认知 就是虽然是借款费用是专门借款的利息 但是是不是要计入资产成本 关键看资产本身是不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它本身不到一年 不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资产 就算你是专门介入的借款利息 你也不能计入资产的成本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B选项 我们来继续看第八题 甲公司二年的六月三十又来了半年 因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非正常原因了 是一栋办公楼提前报废 该办公楼的账面原值是六十万元 预计净残值为零 预计首年限是五年 采用年数总合法提折旧 六十万原值用五年年数总合法提折旧 残值为零 那这事也好办 怎么好办呢 年数总合法五年 那折旧率第一年是十五分之五 对吧 第二年十五分之四 第三年十五分之三 那么截止到报废的时候 它用去了2.5年 有人说那不用算了 正好是五年用一半 所以你六十万 我们用了一半 那就折去了一半 所以折去三十万 剩三十万 对吧 你要这么想 你就掉到坑里去了 要是直线法折旧 要是一共五年 过2.5年 确确实实 那么应该是折三十万 那前条件是直线法 你这是年数总合法 每年折旧率是不等的 尤其是前几年 它是折旧的多 后几年折旧的少 并不是军摊的 所以你不能直接除二 这是第一个容易掉到坑里去的事情 报废时发生清理费五千四百元 取得残值收入八千元 所以最后其实是净收入两千六 这是净收入其实是两千六 那么不考虑下因素 该办公楼报废时 对假公司当期利润总额的影响是多少呢 那么这里边我们来看看吧 也就是说你问当期报废的利润总额影响的话 先从设备本身来看 那么六十万的原值折了两年半 折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是第一年 折了六十乘以十五分之五 三分之一 那六十折去二十 第二年呢 六十乘以十五分之四 四四以十六 第二年折去了十六 第三年呢 是六十乘以十五分之三 三四一十二 十二 但它是半年 所以再加上六 因此一共是折去了四十二 六十万元折去了四十二万的折 就那说明剩十八万的残值 那么十八万如果报废的话 这里面因为它是自然灾害报废 左应外支出 所以十八万是让利润总额减少的 减少十八万又收到了两千六 十八减去两千六 十八万减去零点二六 它等于十七点七四万 所以最后呢 它是让利润减少了十七万七千四 因此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D选项 好我们来看 正确的选项就是D选项 这里面呢 它问的是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其实就是说 你报废共产本身让营业外支出 降下了十八万 它是让利润总额减少十八万的 但是呢 你又有一个两千六的收益 两千六的收益 十八万减两千六 所以你等于是最后减的是 十七万七千四百 这就对了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D选项